这部分乌克兰的反攻行动一周的激战 在南部阵线取得去年11月到目前来为止最快的进攻 到目前为止乌俄双方都有耗损 而乌克兰的军队夺回了7个村庄 但是也损失了部分西方提供的战车 这次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跟着乌军其中一缕 直击南部怎么反攻 路透社持续挺进新解放的村庄 现场恶兵的遗体和残破的程度四散 显示出两军战斗到目前为止依旧非常激烈 乌克兰反攻行动持续在乌东和乌南一步步推进 尽管缓慢 但已是自去年11月以来战场上最快斩获 在第一线作战的乌军坦承 沿线俄军顽强抵抗 不过乌军在南部发动的大规模反攻 确实取得重要进展 但战斗也更加激烈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跟拍乌军第68列兵旅 士兵们说西方提供的军用车辆不只具备火力 也是保护他们的重要装备 而俄军则用炮火频繁回击 同时用战机袭击乌军前线阵地 一架二军战机在附近投下炸弹 采访团队不得不全体趴地 朝车底匍匐寻求庇护 仓促避难这不是第一次 也不会是最后一次 经过一周激战 乌克兰反攻真正的考验还在后面 五军距离俄罗斯主要防线还有一段距离 准备推进的部队大部分也还在待命中 路透社也持续挺进乌军新解放的村庄 位于盾内刺客的斯托罗热围村 沿途可以看到俄罗斯士兵遗体和烧毁的装甲车 显见两军战斗之猛烈 美国智库专家根据卫星和照片指出 双方都有损失 且可能进入消耗战 但乌克兰面临的风险是 在他们抵达俄罗斯防线前耗损太多 这样要突破俄军防线就会相当困难 俄罗斯在乌克兰逐起的数千个防御阵地 被认为是欧洲自二战以来最全灭 从俄罗斯西部边缘直到黑海的克里米亚 包括战壕 雷区 龙齿 防御柱等 军事分析家说 当乌军突破俄军防线的第一和第二组绝带 就将进入杀戮的尖敌区 乌军一组特别行动队 在乌东巴赫姆特附近 就试图在一次夜间任务中 狙杀俄罗斯散兵部队领导 连俄罗斯佣兵瓦格纳头子 都在乌军反攻表现 要俄军加把劲才能阻决敌人 这场大反攻 乌克兰已经至少准备了六个月 创建十二个装甲旅 其中九个由西方训练和装备 波兰军事专家表示 目前十二个旅中 只有三个出现在东南战场 待命的乌军 要如何维持反攻气势推进 将决定这场战争走向 体育新闻综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